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大仙 自摇开放体验服已有数日 大仙在拽严心英雄的途中 受到了挖里牵阻碍 与各路幽灵斗智斗勇 终于悟出了摇的细节玩法 直辞快报告知天下 前文说道当摇受到硬控时 便会变成白鹿形态 大多数情况下作为摇赖以生存的核心技能 在面对李白寒醒这类传统刺客时 丝毫不惧 但这里大仙也提醒先有两点 其一就是这个被动的判定机制 技能说明指出受到硬控时 会立刻解除控制 但硬控的定义在王子荣耀中 是有限的 例如减速类技能不算硬控 张良和冬皇的大招也不算 因此虽然变露林是可以短暂无敌的 但并不代表拥有 可以变成露林的谣也是无敌的 其二变成露林形态的谣 虽然看起来人畜无害 不可以攻击但实际上 露林形态下短短的几秒 正是摇调整走位 大显身手的绝佳时机 二技能可以越过许多障碍物 露林作用不止逃跑 通过走位对敌人造成威胁 才更为重要 被动聊完 就说说摇的第二个神迹若有人吸 这个技能在初学者看来 真的属于小学生般的简单 只要对着人丢 有自动跟踪就一定空不了 造成伤害的同时还带着空 这个技能使摇一登场 就必定女牛魔张飞 这类强势辅助并加齐驱 技能虽然简单 但在实战中也有着大学问 首先就是技能二段的检测判定 即使检测范围内的英雄已经处于隐身状态 能量球依然会进行跟踪 是摇探草丛打先手的神迹 其二检测时范围到底有多大 因为技能指示器 并不能标注出侦测范围的大小 所以对此也测试了一波 当前距离远端能量球四个身位以内时 距离最近的英雄会被检测并锁定 最后一个细节 也是很多玩家容易忽略的 一技能在释放和检测的过程中 如果摇距离敌方英雄太近 很容易把第二段打空 距离太远又打不出第一段的效果 所以在释放的时候 若与敌人拉开大概两个身位的距离 再使用一技能 你会发现面前的敌人 会被你的能量球连续弹起两次 使用的好 抓人与反杀轻而易举 另外 摇的二技能也可以检测范围内隐身的英雄 不仅蓝灵王无处遁形 白里守约鬼谷子 这里喜欢装鸵鸟的英雄 也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哈哈摇椅登场 喜欢隐身的选手真是哭瞎了眼 很多信友在了解摇的技能后 对大招使用却还是一枝半截 大家先告诉你啊 摇的技能组合最完美的地方 就是大招的设定 技能明确指出 附身时可以刷新技能CD 我这个乖乖 摇只要身边有队友 随时都可以打出两套技能的爆发伤害 梁军对雷之际 打完两套技能后立刻下马 返还CD后竟然仅有5秒的大招冷却 甚至比一二技能的CD还短 一技能手起刀落就是1.5秒控制 二技能挥挥手就是5秒AOE 用的不爽 大招骑在队友脖子上再来一套 就问你这个英雄是个狠人 还是个狼人呢 一下子讲了这么多 摇的操作细节还需要实战中多多练习 希望各位先友都能快人一步 再登陆正式服的第一时间冲一波分吧 近日因为摇的上线也使得 顿山羽瑶卡巴格的歪风邪气啊 弥漫整个峡谷 再次我也呼吁各位 这种招数欺负人机也并无不妥 但实战中啊 还是真材实料赢下比赛才配要胜利 我是商量线 我们明天见